强烈的水柱 变换成各种形式及样貌 搭配绚丽的灯光 以及先前为灯会 做无人机音乐设计的 年轻艺术家陈玉蓉 特别为战前水舞 量身打造的转熟音乐 灯光仅因肖像获益 让这战前新景观 变得可不一样 结合声音跟灯光 所以白天时候 大概我们在某些时段 会有一些音乐 搭配水舞的一些 分泉的展示 那在晚上的时候会更精彩 因为会结合灯光 然后还有音乐 然后跟所有表现 变成一个新的一些诚信 县府惩罚处长李易德强调 目前屏东火车站前广场 水舞喷水池 随着廉价正式亮相 并开始运作 除了增添站前特色 也能调节气候 近期不少民众 喜欢到这里来散步 尤其晚上 民众更是整点就来围观足足 震探水舞真的超漂亮 我今天刚好在这个地方 所以顺便拍一下刚才的水舞 我觉得很好 很不错 我们现场在火车站这边 把整个地方都建设起来 现在看起来屏东真的跟以前都不一样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赞 觉得蛮漂亮的 就大家除了 就是在等待家长来接送期间 就还有 就还可以再顺便欣赏一下屏东的美的 幻南一新 因为以前 它现在这个 噴水池 那个灯光跟水木的效果做起来之后 其实会让人家觉得 给屏东一个很不同的意向 就是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 然后屏东火车 变得觉得蛮进步的 蛮先进的 屏东火车站环境整合计划工程 以火车站前绿地广场 及中山路两侧为主轴 近期各项设施陆续验收完工 期盼让羡民有感 如果你从一些过去的历史照片 你看起来也就整个视觉上 或者是在用路上面 其实也都改变很多 光是一个铁路高架的话 就已经有产生这么多的这些效应 也带来这个很多的这种 没所的反应 然后也让大家重新思考说 新的环境可以进一步再做什么 目前这个镇前喷水池 每天中午12点下午1点 晚间6点开始 每个整点时段 结识4分钟的水屋煮秀 其余时间每半小时 则是有2分钟的360度环绕水屋 而时段也会再次情况调整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 屏东树不停庄正豪采访报导